7月31日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組織領導人哈尼亞就在德克蘭被遇襲身亡 德克蘭即是在伊朗 哈馬斯領導人出席伊朗新總統就職 他們離開的時候被據稱是以色列的無人機鎖定了 就是襲擊身亡 其實詳細情況也不知道是無人機還是當時有槍手在附近 他中槍身亡 現在也不是太確認得到 總之公佈了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已經遇襲身亡 詳細情形就不太清楚 我們先看看各方面的反應 首先看看伊朗的反應 伊朗的外交部發言人說 哈尼亞的遇害將會加強伊朗和巴勒斯坦 以及抵抗力量之間勞不可破的關係 哈馬斯方面就表示 哈馬斯是一個機構和一種意識形態 就不會受到任何領導人遇襲身亡的影響 哈馬斯正在發動一場公開的戰爭來解放耶路撒冷 並準備付出各種代價 巴勒斯坦總統 阿巴斯就說強烈譴責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 遇石這個事件 暗殺是一種耐弱的行為 是一種危險的事態發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表示 堅決反對並譴責暗殺行為 對這件事可能會導致地區局勢進一步惡化 動盪、深感憂慮 中方一貫主張通過談判對話解決地區爭端 加沙應該盡快實現全面永久停火 避免衝突對抗進一步升級 好,其實今次暗殺事件 其實應該可以說在中東或伊朗 本身暗殺事件也是常見 或者在以色列進行的暗殺事件也是常見的 我們看看以往是曾經發生過什麼類似的暗殺事件 其實今年也有三宗 這宗已經是第四宗 今年一月,哈馬斯政治局副主席 薩利克阿努里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 遭無人機空襲身亡 當時以色列也不承認 不過輿論普遍認為是以色列所為 原來以色列做了一些 外界分析就是 以色列是不會承認的 所以這次不承認的機會也很大 今年一月試過 今年四月十日也試過 哈利亞的三個兒子和多名的孫女 在加沙地帶北部死於以軍空襲 也很慘 三個兒子和孫女都死了 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哈利亞這次就輪到 哈利亞自己了 哈利亞當時說 這輪的巴爾衝突爆發 已經大約有60名親屬 死於以軍軍事行動 為什麼哈利亞關聯的人 那麼容易受到襲擊呢 稍後再分析 原來 先說一句 原來 在哈利亞身邊 有很多以色列的間諜 存在在伊朗 也似乎是存在在巴勒斯坦 好 再說另一單 就是以色列 還有一單 發生在6月25日 哈利亞有10個親屬 死於以軍隊加沙北部的空襲 也是和哈利亞有關 總之你是 哈馬斯的政治領導人 原來 很容易被以色列的間諜 鎖定了 然後 令身邊的人相當危險 這次就輪到哈馬斯的政治人物 哈利亞本身 遇襲身亡 好了 立刻說說 大家是關心的 除了關心是不是真的以色列襲擊 就當他是先 因為他不會承認 你分析整個形勢 是以色列做的機會也很大 因為以色列說明會針對 就是針對哈馬斯 以及針對真主黨 來做攻擊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 假設真的是以色列做的 現在的形勢怎麼辦呢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 早前在中國的介入之後 其實出了一些利好的消息 就是說哈馬斯和巴勒斯坦內部的其他派系 是比較有解傾 開始有解傾 是不是真的呢 在中國的滑船之下 似乎是有一點進展的 但是現在整了這樣的暗殺 會不會令到巴勒斯坦內部會有亂指呢 因為巴勒斯坦內部有很多派系的 那就好 立刻就問一問 看看觀察者網的報導 觀察者網就訪問了 身處伊朗首都德克蘭 一位叫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 這是泛洪達教授 這位教授原來身處伊朗中東研究所 做研究的 也是一個挺敏感的地方 觀察者網就訪問這位 身處伊朗當地的教授 我相信他所說的言論 就是更加有抱 可以參考 好了 就問他究竟這次事件會否 如外界所說呢 首先是不是以色列所為 第二呢 就是對巴勒斯坦的局勢有什麼大影響 范教授就說 其實去年10月7號 巴爾衝突開戰之後 其實哈馬斯絕大多數的軍事力量已經被消滅了 其實呢 實力和政治影響力已經急劇下跌了 就是哈馬斯本身 所以儘管 他的政治局的領袖 這次的領導人 這次是遇跌身亡 都不會對哈馬斯 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他已經本身被大幅削弱了 所以這次就應該對 巴勒斯坦國內的政治形勢 影響不大 就是哈利亞之死 這位范教授就認為 應該影響不大 因為哈馬斯本身已經弱勢了 到了現時為止 以色列沒有承認 究竟會不會巴勒斯坦或者哈馬斯的組織 發動大規模的報復呢 正如范教授所說 都是可能性不大 因為都是說回那件事情 過去幾個月 根本哈馬斯這個組織 他的軍力或者政治實力 已經被大規模摧毀 所以哈馬斯能夠發動大規模的報復能力 是有限的 范教授就說 在約旦河西岸 現在巴勒斯坦的派系主要是法塔克 法塔克本身沒有什麼軍事力量 至於哈馬斯本身的軍事力量已經被摧毀了 即是說 巴勒斯坦的兩大派系 基本上都是沒有能力去報復的 包括法塔克和哈馬斯 所以相信這次 襲擊事件之後 應該就是巴勒斯坦沒有能力 去作出大規模反擊 事實上這次的襲擊 這次的襲擊不是沒有預兆的 因為最近很明顯看到 以色列已經將自身的戰略 由袈裟轉向南黎巴嫩 所以以色列已經通知了 黎巴嫩貝魯特 外交官 其他國家的外交人員 叫他們注意安全和早日撤離 即是說以色列 即是炸加沙 炸哈馬斯 已經將巴勒斯坦的一些很主要的軍力 摧毀了 現在轉向背後支持 巴勒斯坦或者哈馬斯組織的一些國家 或者一些人 而重點就轉向 黎巴勒 南部的 真主黨 所以基本上 對焦點已經不同了 所以現在要小心 黎巴嫩的真主黨 會繼續受到以色列的襲擊 這次事件發生在伊朗 問范教授 為何伊朗的保安那麼差 范教授就說 其實長期以來 伊朗國內的保安都不行 你看看伊朗本身國內發生什麼事 譬如說 最近伊朗的總統墜機 墜機事件 有什麼理由 會使得總統墜機 就是 第一你不可以用這麼舊的機 第二就是 就是 視野不清楚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應該冒險 去讓總統坐直升機呢 所以伊朗的保安 或者安全 安全人員 向來的表現都不是那麼好的 總統墜機是一件事 另外就是 比如5月的時候 伊朗革命衛隊上教 波代伊在德克蘭 遭遇了 暗殺 這又是另一宗 所以在伊朗國內 原來就是存在了很多 以色列的間諜 所以既然有那麼多以色列的間諜 對於 他們收集情報 對伊朗一些重要人物 去到哪裏 或者在哪裏出現 原來以色列間諜 是很多的 變成了 以色列很容易 得到這些情報 對伊朗國內的一些重要人物 進行攻擊或者暗殺 所以這次 哈馬斯 領導人 不幸運了 他去了伊朗 而伊朗本身是一個 危險的地方 因為他們國內 充斥了很多 以色列間諜 所以 范教授認為 也不奇怪 哈馬斯領導人 在伊朗被殺 是不奇怪的 因為伊朗的安全 保安 都是很差的 好了 至於 被問到對於伊朗的和平進展 有什麼影響呢 是否哈利亞 如石身王是會有很大的影響呢 如果聽了我剛才的分析 你也知道范教授的答案是甚麼呢 影響都不大 死了一個領導人 其實影響不大 現在根本 就是 整個所謂 以巴和平進程 其實是很大的矛盾 即是我們初初以為 在中國滑船之下有進展 那他們的派系 之間的關係有所緩和 原來范教授就說 緩和 緩和甚麼呢 沒有甚麼緩和 他說根本 巴勒斯坦內部 哈馬斯和法塔克 這兩個主要派系 其實那個 主張的差異是很大的 根本是挺難談得來的 所以 他認為巴爾的問題 相當複雜 是一個 巴勒斯坦內部 本身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這是一個 發展了幾十年的 一個問題 就不單止是 他們 就是那個派系之間的 不咬嚴 是關於 巴勒斯坦的土地的分配 哪個派系佔哪個土地 哪個土地才拿來 應該是要來立國的 都是有分歧的 這是一個幾十年來的 歷史的背景 一個問題 基本上 巴勒斯坦內部 其實很多派系 都是貿合神尼 各有各自主意 實際上 如果以現實的情況來說 雖然有國家 可能有其他中東國家 或者有伊朗 或者中國 是司徒滑船 其實 如果以 范教授的 今次的 看法來看 其實 搞定了 巴勒斯坦內部派系之真 才說 然後你才好 跟以色列談 現在基本上是連巴勒斯坦內部派系的鬥爭 問題都未解決到 所以以巴的和平進程 可能是一個相當遙遠的路 好 接下來要講第2個題目 第2個題目是 日本的媒體 第2個題目是 美國對中國的制裁 逐漸失去效用 這個我就相信 其中35項的關鍵技術 已經有15項 突破了封鎖 中國在研究方面 美國對中國限制了35項的關鍵技術 原來其中有15項 中國已經不用怕了 已經有突破 這是哪個報導 日本的商業媒體 JB Press 報導 他就說 中國創新 現在美國限制 這是35項 關鍵的技術 現在中國 對美國的制裁 作出相當良好的反應 就是決心 自行 進行自主開發 其中15項技術已經突破了 但是還有12項的技術 依然是依賴於國外 即是 35項之中 15項突破了 12項有依賴 仍然要依賴國外 另外那8項也不知道 另外那8項可能是 一半一半 即是有進展 就不需要完全依賴國外 但是都是自己有研發有成果 應該是這個意思 就是15項不用怕 有8項 就中間 中間落物 有研究有進展 但是 未至於完全不需要依賴海外 那有12項 就仍然是極度依賴海外的技術 應該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15、8和12支比 加上就是 35 好了 中國自主研發究竟哪些技術是有突破呢 我們其實眼見很明顯 比如說 美國的全球定位系統 GPS 現在中國已經發明了北斗系統 取代 而且北斗系統 已經正式覆蓋了全球 另外第二個比較明顯的一個突破 我覺得中國的突破就是在太空科技方面 包括載人的空間站 就是現在已經有 唐天元長期駐守的 中國空間站 我們不需要依靠 美國為首的國際太空站 去做研究 你不像我玩嗎 我們自己做一個更加美 更加現代化的 中國空間站 我們現在自行進行研究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航天元 我們自己可以成功 頻密地發射火箭上去太空 運載這些 太空倉 去到這個空間站 和這個空間站 接派 然後 令到航天元可以換班 然後可以不斷地 繼續做實驗 另外我們看到很明顯 中國不需要依賴美國 就是現在火箭發射技術 我們的神州火箭發射的頻密程度 都很誇張 基本上 每個月都有 相比美國的 阿爾提斯 火箭 計劃 可以重新啟動 剩下50年的征服月球計劃 我們看到美國的阿爾提斯火箭的這個計劃 是相當令人發笑的 通常他的火箭 就不是漏油 就說要延遲 因為天氣 有天氣 有時就說是行雷 有時是說風暴 總之 你見他發射 發射一支火箭上太空 都諸多阻滯 我們神州火箭就不同了 是頻密地發射 這個 顯然異見 那個分別在哪裡 這幾樣的發展 即是北斗 我們中國的空間站 和中國的火箭 這些技術 很明顯 我們已經突破了 不需要再依賴 美國 或者外國的技術 好了 另外還有什麼技術 我們是有突破 一些 hardware 我們所謂 hardware的技術 包括 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 生物技術 半導體 先進信息技術 包括量子科學 區塊鏈 大數據 另外還有新材料 新能源 智能工業 等等 就有大概八個領域 我們這方面 已經發展得很好 從而 使我們 有15項技術 關鍵技術 已經完全可以依賴我們自己 另外有八項技術 是有研發當中的 另外 有一個數字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2023年 就是去年 中國的股權投資市場 這裏有一個趨勢 就是這個市場 在三個領域 是投資得最多的 包括 半導體 電子 生物技術 以及醫療寶結 醫療寶結 和信息技術領域 再說一次 三個領域 第一個領域 半導體和電子 第二個領域 就是生物技術 第三個領域 就是醫療寶結 和信息技術 等等 這三個領域 在佔股權交易的投資方面 是佔到所有總數 達到的六成二 六成二都是關於這幾方面的領域 可以看到資金 投入股權方面 已經由 集中以往是互聯網 的業務 現在轉向了 半導體 生物技術 醫療寶結 信息技術等等的領域 這幾個領域正正就是 我們現在發展得最快的領域 現在半導體方面的發展 我們一直都希望 不要這麼依賴荷蘭的 阿斯摩爾 那些的 是鋼鐵機 特別是EUV 這款型號 這些鋼鐵機就是製造高端的 芯片 現在究竟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做到 阿斯摩爾的EUV呢 當時 記得荷蘭的 阿斯摩爾的 執行官 CEO 就是比德溫寧克 他就說過 你這麼容易嗎 學到我們嗎 阿斯摩爾的 半導體製造設備 EUV 這個是由5000多家供應商組成的 全球生態系統 就算我現在 把這個 5000多個 設計圖 我給了中國 他都很難做得出來 他都不知道這5000多家公司 究竟是我們怎麼把它組成 而是組成一個 EUV的鋼鐵機 因為這個鋼鐵機 包含了457329個零件 那個是很難的 另外就是內部的精密零件 就是有10萬個 他說光學無快就是45萬零件 鋼刻設備內部的精密零件 就是10萬個 所以他說你都很難中國會學得到 他說EUV的鋼刻設備 其實只是整個半導體的 一些製造設備的小部分 最先進的代工廠 還有500多種機械設備 生產的產品 需要經過1000多個的工序 所以 荷蘭阿斯摩爾就說 你中國學不到 我給你一個設計圖 也未必可以的 他說過這些說話 好了 但是 去年5月 他也說過另一些說話 這位阿斯摩爾的CEO 溫寧克 去年5月 應該是前年 前年5月他就說過 他說 物理定律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一樣 中國沒有理由開發不出來 至於去年3月 他說什麼呢 去年3月他訪問過中國 他訪問完中國之後 他就說 中國自主開發的鋼刻設備 是 將會擾亂全球半導體的產業鏈 威脅 ASML 阿斯摩爾的市場份額 咦 前年 應該不是前年 就是早期 你就說 中國沒有可能學到了 10萬個零件 你怎麼學到呢 前年開始改口 就說 中國沒什麼理由開發不了 去年 訪問完中國之後 直接開發 我就說 不是啊 中國自主開發 鋼刻機 有機會影響到 我們阿斯摩爾 這是很大的轉變 以往 前年和去年 這位阿斯摩爾的CEO 說的話 是開始不同了 去年他開始說到 他是擔心 中國 有機會開發到自己的鋼刻機 咦 難道 中國真的 不用拿你那5000張的設計圖 中國都可以自己砌出來嗎 那也不奇怪的 你砌得到的東西 中國為什麼可以砌不了呢 最重要的是 你已經賣了那一隻機給中國 正正就是可以根據你的產品 中國是可以做出研究 究竟裡面怎麼砌出來 短時間未必可以 一年只有兩年 兩年只有三年 三、五年之後 中國砌得到這10萬個零件的機會 是大不大呢 也有的 也不奇怪的 難怪你去年訪問完中國之後 溫靈克表示 中國自主開發的鋼刻機 是有機會威脅到 荷蘭、阿斯摩爾的市場 開始感受到 所以我們也看到 中國有些令人驚訝的事件 發生 比如華為 突然可以出5支手機 Mate 60 Pro 裡面的麒麟9000S 這個芯片 或者是 還有 它的 Pura Pura 70系列的手機 Pura 70應該是可以 可以接近的 這個手機 它搭載了7納米的麒麟9010的芯片 突然間看到華為的手機 5支手機 是有這些芯片 其實 外國也會很震驚 究竟 怎麼做 是不是你自己有辦法做到 7納米的芯片 是不是你自己已經研發到 類似EUV的鋼刻機 所以中國的步伐 令你震驚 令外國震驚 絕對不奇怪 所以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 你說35項關鍵技術 美國要制裁中國 15項已經沒事了 中國已經突破了 8項正在做研究 有進展 是有12項 還沒有 不過假意時的 相信 35項關鍵技術 中國是全部可以自主研發 我們看到的願景 這個機會 是不能活殺 還有可能很快會發生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